那想要再特別的請教營養師 在之後要生產的媽媽 甚至在哺乳期的時候 媽媽特別需要的營養素 營養師有沒有建議的呢 是 其實鐵質是會非常建議 就是懷孕後期的媽媽補充 因為不只寶寶需要 而且在我們生產的過程當中 都會有出血的現象 那鐵質的補充來源 基本上有植物來源跟動物來源 那會比較建議是來自於動物的 會比較好吸收 就比如說豬肝啊 豬血啊 還有牛肉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鐵質來源 那還有一個營養素也是非常建議的 也就是軟臉質 會建議在懷孕的後期就開始補充 因為它可以讓之後哺乳會更順利 接下來呢 我們來特別請教營養師一個問題 其實很多媽媽都會很在意 我們在懷孕期間 會有認成紋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來 預防認成紋的發生產生呢 對 相信任成紋是很多媽媽生完之後的痛 那會建議其實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可以多攝取 像豬皮啊 魚皮啊 其實都是很好的來源 還有一個動作也可以常做 就是你用按摩油去按摩肚子 但按摩肚子會建議 中期啊 肚子慢慢變大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進行這個動作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媽媽們很關心的問題 我們在懷孕的期間 可以染頭髮 燙頭髮嗎 嗯 其實懷孕還是希望做個漂亮的媽媽 是 對 所以其實很多媽媽就會覺得說 欸 我到底能不能染啊 燙啊 安全還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染劑還是會透過頭皮 進到媽媽的身體裡面 所以其實還是建議呢 就是要詢問設計師 他所使用的染劑或燙劑 是不是安全 就是最好選擇植物性染劑的來源 嗯 好 嗯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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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